那我們基本上一天都吃兩餐左右 但是我們每一餐都會吃得很豐盛 有啦!欸!蠻明顯的 第三週堅持好不好 堅持 我們剛才終於又看到最新的新低的這個數字了 很久了 56.8 這個數字很過華 他有一個願望 就是想要瘦下來 因為他最近也看到很多想要穿的衣服 但是都穿不下來 所以他現在要改他身體的尺寸 對啦!對啦! 所以要幫他執行一個為期八週的減脂計畫 那我這次會用間歇性斷食的方式 來幫他做這個減脂的計畫 陸陸續續我們每天也會記錄一下說 欸!他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熱量也有幫他計算 像這張就是我幫他計算的這個熱量表 因為有幫他算他的TTE 每天要攝取的熱量是多少 當然啦!在減脂的過程中 我們食物盡量讓他豐富一點 然後我們是一到六都照這個原則下去吃 那一個禮拜有一天 就讓你隨便吃掉 一個禮拜七天 有一天說叫我可以吃和牛火鍋 可以吃... 對!就那一天就是自由日啦! 隨便來 不然這樣實在太辛苦了 可以去吃韓式料理 所以你現在差不多60公斤 對! 那我們到時候也會 就是簡單的測量一下 他的體重跟體質 重點是要減體質 看個數據 我肥肉一堆啦 我沒有肌肉 你看這個都蝴蝶瘦 會斷斷斷斷斷這個 真的很乖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就用飲食的方式來控制 現在幫你設定一下 不用擦啦! 你看這個圓你就知道了 怎樣就擦了 等一下!幫他特寫一下就行了 哇!不是說60 有啦!差不多60.8 體脂肪 體脂肪33.7 內臟脂肪6 喔!BMI23 那我們是會用 間歇性斷食的方式 而且 我們一般吃的時間 大概都是 早上10點第一餐 10點11點第一餐 所以我們就往後推8個小時 我幫他做168的清斷食 那一次就是早上10點11點 吃第一餐 然後往後推8個小時 就等於6點以前 要把最後一餐吃完 就是這個8個小時時間讓他吃 那這8個小時我一樣有幫他擬計算熱量 那我們先執行一週兩週來看一下變化怎麼樣 再來做調整 那現在目前的話 TDE是幫你算出來大概是1250卡左右 1250卡 你每天的熱量差不多是先吃這樣 如果 這個效果不錯 就持續保持下去 而且這次不會讓你餓到 沒有到現在還沒飽 我的餐盤是根據 每日飲食指南的原則下去設計的 那他可以快速的讓我們知道 每天要吃的食物的份量到底是多少 這次我幫我媽媽減重的原則 也是照由這個方式下去做 像是我們有分為全骨宅狼類 豆袋魚肉類 堅果種子類 蔬菜類 以及水果類 當然還有一個乳品類是沒有在餐盤裡面 但是透過這個餐盤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了解 到底每日要吃多少的份量 你好,59點 59點6啊 對啊,本來是60點8 現在是已經過一個禮拜 嗯,我有瘦下來 真的嗎 我的34,現在32點幾 你說停止喔 對啊 那真的有改變 這樣很多耶 這樣如果1%多的話 這樣這樣很多嗎 一個禮拜就會減1%超多的 真的耶 我本來34多耶 現在32點多 32點多啊 我今天早晃兩個 但是還不夠啊 還不夠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裝 其實東西都可以吃 就是分量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這一個就是放飯 這一個就是 對,飯啦齁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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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擺放 放滿 就滿就差不多啦 差不多囉 你看 超過人 人家愛吃嘛 人家就是愛吃啊 然後再多給你1顆蛋 多給我1顆蛋 蛋白質讓你吃多一點 菜就這3顆你把它擺滿 再來就是這個 金針菇也算菜嗎 對啊 都是算蔬菜 放我放1.2而已 差不多啦 我1小顆要放 放堅果的 我可以挑嗎 因為我喜歡吃 真的 過鬧的這個 腰果 這腰果 核桃 什麼腰果 核桃啦 這個很像泡水 水果這樣而已 就是一棟這樣 現在是第二週嘛 比較邁入第三週了 要邁入第三週囉 對啊,開始 你看 57.6 欸 真的耶 原本是60.8 我們第一週有沒有 對啊 第一週60.8 啊,體質率算32 很久沒有看到57 你看 有比較小了齁 我已經很N年沒有看到57了 現在是第二個禮拜了齁 我們一樣齁 就是要照份量來吃齁 一樣有照 你晚上沒有投資東西 沒有 對,那我們基本上一天都吃兩餐左右 但是我們每一餐都會吃得很豐盛 今天你在吃義大利麵喔 義大利麵是很好的食材 因為它是低GI 超愛的耶 蛋白質含量也不錯 以前我不喜歡吃義大利麵耶 但是我自己煮的我超級愛的 菜啊 這是菜喔 你看菜要多吃一點 煎果你幫我夾 蛤,煎果兩顆而已喔 沒有啦,蠻多顆的 幫你加滿 菜要跟飯一樣多 對 大家平常蔬菜量都吃不夠 所以你要記得有一個原則就是 你吃多少飯 或者是這個多少麵 你就吃多少菜 你覺得你自己這樣執行下來 感覺怎麼樣 有瘦下來啊 我的肚子削很多 那你有餓到嗎 我沒有餓到啊 肚子削滿多 57.1 誒 誘心低了耶 沒那麼低過耶 上次是 30.8 誒,30.8 誒,那你體質真的這樣 有,有削了齁 有啦 誒,蠻明顯的耶 第三週堅持好不好 堅持 現在是第三個禮拜了 那我們繼續就是這樣保持下去 然後我們這禮拜 就是開始 就是在飯裡面 我們還加入蒟蒻米 可以讓熱量減飯又有飽足感 今天剛剛有量體重 就大概 多少 57.1 誒 誒,又是心低耶 56.8 體重不會騙人啊 56.8 56.8 我們剛才終於又看到最新的 心低的這個數字了 很久了耶 56.8 這個數字 很過華啦 如果你要再讓它再瘦下來 我們一定要做一點調整 現在的話,除了斷食168以外 我們可能就會做減糖飲食 好,然後再做一個調整 因為畢竟現在瘦下來 你的營養素熱量 這個就同心幫你算了 60.8到現在 56.9 56.8 反正就4公斤 對啊 這樣4公斤耶 兩個月4公斤 算是還蠻穩定的 但是也都沒有餓到 沒有啦,沒有餓到 每天都吃這個肉 但是我們就藉由這個影片 給我們自己也是一個多處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下次看看 因為目標 它的目標很高 是美摩女 它的目標是50 我這邊要把它剪下來 不然這個穿檔褲可以看嗎 那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 好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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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行 我們我們來看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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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